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几天在地球的夜晚的天空 很多地方都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这个极光秀 那所谓的极光呢 其实就是从太阳所释放出来的这个带电的粒子 就所谓的太阳风暴 当它来到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呢 会跟大气当中的粒子产生了碰撞 产生碰撞之后呢就会放电而发光 于是呢我们就会在夜空当中看到这个很漂亮的这种极光的现象 那以往的极光呢都出现在比较高纬度的地方 像是在挪威或是加拿大这些地方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说 这次的太阳风暴强度还蛮强的 所以说呢在比较低纬度 像是在美国欧洲很多的地方都看到了 这个很漂亮的这种极光秀 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另外在天气方面呢也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要特别的留意 前几天其实感觉上温度还蛮热的 像是在台中昨天还出现了34.3度 是历年来三月份台中最高的这个温度 最主要呢就是台湾附近是偏南风 暖空气非常强的关系所造成的 而至于到了今天的时候呢 其实在北台湾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风向的转变了 因为北边的高压的前缘呢开始慢慢的往南延伸 那北台湾其实已经有点北风下来了 感觉上今天就没有那么的热 但是呢白天因为天气呢还算好 所以说其实各地感觉到阳光的时候 感觉上还是比较暖一点点 到了明天的时候改变还会再更大一点 可以看到北边的冷空气的范围更往南延伸 那台湾附近的东北风的强度还会再更强 所以说呢大概在北部啊东半部这个地方 感受到温度变凉的情况会变得更明显一点 那另外就是要特别提醒呢 从华南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些云层出来了 再加上说东北风这样吹 所以说呢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这个地方 下雨的这个机会也会变多一点 会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雨 感觉上就是比较湿凉一点 那中南部的话基本上大概还是一个多云 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哦 这夜温差也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而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冷空气是更往南延伸的哦 所以说东北风的强度也会再更强一些 那北部啊东半部这个地方呢 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会比礼拜六更凉一点 尤其是夜晚清晨的时候 低温大概有机会降到16到17度左右 这个温度跟前几天差异还蛮大的 所以说感受上呢 感觉上就会比较明显的变凉 而从华南出来的水气呢 到了礼拜天也会变得更多一些 所以说呢感觉上在北部东半部 迎风面这个地方的降雨的机会呢 也会更大一点 感受上是比较湿凉的这种情况 那很可惜哦 对中南部这个地方 带来降雨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 可能对于缺水方面的这个帮助可能就有限 而到了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可以看到 虽然说前面这股冷空气慢慢的往东移动 但是后面呢还会再有冷空气补充下来 而在这个冷空气的前方呢 在华南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有封面的行程 然后慢慢的往东移动 所以到了下个礼拜初的时候呢 有机会在北部东半部这个地方的降雨 还会再更多一点出现降雨 然后呢就是北方的冷空气往南下之后呢 温度也会比礼拜六礼拜天还来的更低一点 这种湿凉的感受还会再更明显 而至于有没有机会为中南部带来降雨的情形呢 这可能还要再观察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带来一些降雨 因为目前缺雪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 那以上的天气呢 可能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未来这几天跟前几天的差异 温度上的变化是很大的 以上天气有天气风险提供 我们下期再见